修行如果只是将开悟当成目标 那就变成一种往心 悟道的过程犹如水道取成 如成熟的果实落地 而开悟也犹如揭晓答案 有人修行为求开悟 而开悟后的下一步是什么呢 是行菩萨道吗 还是求自行解脱 自行法师说 开悟之人外在跟我们都一样 而且以开悟之人 绝不会向他人炫耀或夸口 说邪佛是要求开悟 其实开悟有很多种 因为以前有一位法师 他们的书说他们已经开悟了 那位法师就很高兴 后来他出去参访明师 说他已经开悟了 他向那位名师请教说 这位法师你看我又没有开悟 那位法师说你没有开悟 他问说我的书 像我说我已经开悟了 你怎么说我没有开悟 那位法师说我没有开悟 你问我我当然说你没有开悟 假如你开悟了你还问我 我看你也没有开悟 所以说大众都要认为说要求开悟 所以这个悟以后才要起修 人家说有大于大悟 小于小悟 所以说悟的时候还要依这个经典 释迦牟尼佛 曾说一切世间的法位 法性法术 常住不灭 本来如词 普遍如词 必然如词 所以说我们修行 要叫这个释迦牟尼佛的古人先到 慢慢不断地精进提升之上 所以说很多人说要求开悟 有的人说已经悟了 天下皆迷 唯我独行 可深圳在一个角度 是天下皆行 唯你独迷 其实平常我们都在开悟 小改变就是小开悟 大改变就是大的开悟 修行只管修行就好 不要去问结果 才不会离开悟的本质越来越远 法界新闻勇取 嘉义采访报道